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痴情的男人是杰克 杰克在主线故事中没有任何爱情故事的线索 但是杰克的伯爵心皮肤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大家知道杰克这个心皮肤参考原型可能是吸血鬼伯爵德古拉 德古拉原来有一个未婚妻 因为德古拉原本兴奋上帝 因为信仰的不同产生了和其他教会的斗争 异教徒为了报复他就设计害死了他从小青梅竹马的未婚妻 德古拉的未婚妻死后他深受打击 他因此觉得上帝不公才选择了背叛上帝 和魔鬼签订了协议变成吸血鬼 其实吸血鬼伯爵也曾经是个痴情的人 第四个痴情的男人是束闪之魂 小黑和小白之间的爱其实是藏着最深的爱了吧 小黑遇难后小白一直没忘记他 而且束闪之魂的名字和技能都可以看出 小黑的灵魂一直束于散内 小白一直贴身带着小白对小黑的感情 大家觉得有没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这不就像魔盗祖师里的未无限和狼万机吗 而还真巧也是一个喜欢黑衣 一个长疮白衣 束闪之魂的小白和小黑 这才是隐藏着最深的痴情男吧 要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